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卡车旅哥 今天早上几点钟了 七点半吧 就起来找活 也是被那个谁 二十英国叫醒的 一直找到现在也没活 也没找到应该说 然后我的衣服 不是回压了吗 没洗 看看我是怎么洗衣服的 像我们开车在外的 有时加油站里面有洗衣机 怎么用到加油站里面去洗 没有的话只能自己洗 洗下衣服 昨天晚上泡好的 今天早上洗 停在这边了 但是我水箱里面的水太脏了 有那个铁锈 我不知道啥原因 所以说不能洗 我用我那个水 叔叔的车 他上面里面有水 他这里面加的是那个自来水 一桶衣服 好几岁呢 然后一直没洗 因为回家有事情嘛 就是一直没洗 今天刚好天气也比较好 太阳出来了 我给他洗一下 现在这个安全真的太烂了 今天哪有时间去洗衣服 就是夜里面到 到哪里 白天到哪里去吃饭 在饭店里面洗 要过呢 就是家务站 很多家务站里面有洗衣机 我们在家务站里面洗 现在回路到 自己在这个路边洗衣服 我相信有好多人没见过我们开大火车是怎么洗衣服的 洗澡也是在这边洗 洗衣服也是在这边洗 一共几身衣服 我有四身衣服 五身衣服 穿了单身 都放在这里面 我估计 应该也没了 放在那边 干活时 穿了扔在里面呢 然后本来都要洗的 没来得及 就没洗 我估计应该这里面也发霉了 要好好洗衣服 在家从来不洗衣服的 没少洗衣服 在臭门在外了都要洗衣服 你看手机到现在 想都不想一下 哎 现在都活啊 不过今年活不好 车卖的挺多的 都在买车 而且还都是买好车 自动的 带夜环 你看这手机刚刚起 配线 我没配线呢 基本上没什么活 到云南的基本上零单的比较多 你看五江到区境麒麟呢 十七米五的占十二米的位置给九千块钱 你说只会去拉呢 哎 都不知道怎么想 连着长熟到临庞耿滑的 能给一万九 现在给到两万零七百 你看多少公里 三千 三千零二十四公里 这上面等 上面标的是三千零二十四 但是你要跑的话 你要跑到这种 你去让跑到三千两百公里 比两万块 水去干 今天到晚上的结果如何 能不能找到 你们洗衣服是不是这样洗 你不要钱 实际的用 衣服洗好了 我也没找到 我也拿一架了 衣服是洗好了 没晾下 你看 你看多少 好几身呢 你看多少身 现在怎么说 确实没活 把怎么来的 怎么休息的都想好了 到这边 昨天早了一天 不过车坏了 确实也是没办法 修车 搞了一中午 下午就没找到 今天早上起的这么早 到现在也没找到 哎 我一看看太阳出来了 把衣服洗一下 现在说实话 真的 开车太难了 活太少了 不知道啥原因 好多那个私信我的兄弟说准备买车 反正你看我这个情况 你们自己桌辆办吧 我也没办法劝你们 是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卡车旅哥 请帮卡车旅哥 转发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